大家好,我是GameplayHK 我們繼續跟大家分享12 Minutes 的成就 今集總共有兩個,主要都是關於我們房間裡的植物 在之前影片中都展示過我們做其中一個的成就 就是為我們盆花淋水 這個這麼簡單的動作就可以獲得到水流這個成就 接著就要講解第二個成就 就算拿到剛才的成就都好,我都建議大家經常去為植物淋水 你看到其實可以乾到這樣 淋完水不會馬上有反應 大家記住這個樣子 時間循環之後再進來就會看到它有轉變 葉茂盛了很多 同樣都是每次回來都要淋一淋水 其實這個成就我們是要為這棵植物獲得三朵花 現在就講解一下獲得途徑 隨著遊戲推進我們可以獲得三個成就 羅夫,今天暫時停止 以及坦承 每一個成就都可以為一棵植物增加一朵花 這三個成就在之前影片中都講解過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像這裡我們完成了羅夫的情節之後 再進入房間就會看到多了一朵花 因為我們平時有淋水,一來已經很茂盛了 我曾經試過中途的花不見了 不知道這個是筆還是劇情上有什麼暗示 不用擔心我們獲得到新的花朵的時候又會出來 現在就完成第二個情節 今天暫時停止 有時候這棵植物是會縮水的 像現在這些花很小的棵 是不需要擔心的,我們再淋水就會長大 做好三個成就的劇情就可以再看一看我們這棵植物 就發現有三朵花出現了 這一刻我建議不要推進任何劇情 淋水後趕快離開大門 現在我就嘗試淋兩隻杯,看看會不會快一點 不過我覺得應該都一樣 重複又重複做這個動作 直到三兩花很謬性為止 現在在外面都看到其實都很謬性 需要最後一次淋水 終於完成完成,完成成就 我們再看看破花 覺不覺得很熟悉 就是她老婆買了那件BB衣服 上面那棵Dailia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攻略 12分鐘還會有其他影片 記得留意,謝謝,再見